圣经 愿主与你们统在 宣诸圣马谷福音 那时候耶稣正要启程时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 善师未承受永生 我该做什么呢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为善师呢 只有天主才是善的 诫命你都知道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欺诈 要孝敬父母 他回答耶稣说 老师这些诫命 我从小就遵守了 耶稣定睛看他 就喜爱他 对他说 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 把钱捐给穷人 你必有财宝存在天上 然后来跟随我 那人听了这话 就面带愁容 闷闷不乐地走了 因为他有很多财产 耶稣向周围观看 对门徒说 有钱的人进天主的国 是多么难啊 门徒对这句话都惊奇 耶稣又对他们说 孩子们 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 骆驼穿过针眼 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 他们就更加惊奇 彼此说 这样谁还能得救呢 耶稣注视他们说 为人是不可能的事 但为天主却不然 因为在天主方面 一切都是可能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弟兄姐妹们 对大家来说 财富比较重要 还是智慧比较重要 什么 说好听智慧 你看你的生活 追求财富比较多 还是追求智慧比较多 说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 财富对我们来说 还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大家有信仰的人 都知道智慧当然是最重要的 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教授 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比喻 有一个教授在乘船的时候 乘船就跟那个船夫 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话 他就问这个船夫说 你读书了吗 有没有认识一些智 有没有认识一些智 有没有知识呢 船夫说 我从来没有念过书 我也不懂什么叫知识 然后这个骄傲的教授就说了 你白活了 你白活了 你不懂得 不认识智 不认识智又没有知识 你白活了 突然间狂风暴雨 狂风暴雨 船随时就要翻了 知道吧 所以这个船夫就问这个教授说 你会游泳吗 他说我不会游泳 然后他回答 那你也白活了 你也白活了 这个简单的故事要表达什么 我们有知识 有学问 但并不一定你懂得危机处理 你并不一定懂得在最艰难的 最危险的时候 你怎么样子让自己脱离危险 了解神父的意思吗 有知识 有学问的人 并不一定会懂得怎么生活 怎么自救 所以现在的孩子们不像我以前 我从小七八岁 我就可以自己煮饭了 自己煮饭 自己炒饭 你看现在的孩子 有很多是连 连简单的家务的事情 都不会懂得做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怎么能够懂得自救呢 怎么懂得自救 再谈另外一个故事 有一个富有的人 他到乡下去度假 好美 享受假期在乡下里面 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就享受他的生活 然后看到一个农夫 非常忙碌的辛勤的劳作 所以他就问这个农夫 你有机会出去度假 休息一下吗 你说你看我 现在有钱 有能力 我可以随时随地就到乡下来 什么事情都不做 享受我的生命 我可以提早退休的 到乡下里面来生活 散度我的晚年 然后农夫却看着他 对他说 你要的生活 不就是我现在活出的生活吗 了解我的意思吗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生的努力 为了什么 我们一生的努力 拼命地找钱 赚钱 都希望自己能够早一点退休 早一点能够享受 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是对农民来说 我为什么要像你们城市人一样 我现在好好的就在你们 向往的乡下里面生活 我也不需要怎么样的 让自己活得那么样的糟透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 城市的年轻人 越来越看到这个真相 他们越来越多人 要逃离城市的生活 他们似乎为自己找到了智慧 找到了智慧 我努力在城市里面 毫无日夜地生活着 原来我最后寻找的 其实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生活 为什么我现在就不开始 我简单的生活呢 而我不会饿死 我不会因此而失去 我做人的那一份平安跟喜乐 所以你看到台湾 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回乡 他们开始简单的生活 他们觉得非常的喜欢 这样的一个生活 不要再被城市的环华 被城市的金银财宝所引诱着 让他们其实活在更痛苦的生活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人一生都在追求知识 都在追求学问 希望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有好的收入 或许我们真的能够在事业 专业的领域里面 我们真的可以为我们争取到好的生活 但是这样一个好的生活 并不代表你有智慧的活出喜乐的生命 有意义的生命 不一定 我们有时候为了生活而几乎忘了我要的生命是什么 我追求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完全已经不在你的心中了 忙碌让你完全忘记了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最后就是忙啊 忙啊 钱啊 钱啊 不断地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着 所以知识跟智慧这两件事情 不明白的人看似乎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明白的人却知道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知识 我们在圣经当中其实说的不多 但是经常在圣经中出现的显示非常重要的是智慧 是智慧 可见天主要我们的是智慧 如果你有知识 那是帮助你在你的智慧上能够表达得更清楚 但是如果没有知识的人 智慧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不一样 所以我很多人不懂得字 不懂得读书 但是他有智慧 他可以活得比你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 他活得更快乐 更通透 我们说通透 他看得清楚 他放得下 反而你有知识的人反而放不下 活得不够通透 这就是知识跟智慧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一般人可以很聪明 因为聪明可以透过努力读书 努力读书可以得到知识 但并不一定长智慧 有许多人用聪明来增加他的知识 而那些人就变得才智 学问比别人更加的广博 但是神不说了 有学问 有知识的人不等于有智慧的人 所以智慧跟知识 弟兄姐妹们 神父要问你 你要选择哪一个 你要选择哪一个 我听到了你们心中在想 两个我都要神父 确定 确实 我们两个都要 所以既然两个都要 你就要问问自己 我有没有两个都在追求 还是我心中只是说两个都要 但是你活出来的时候 你只是在追求一个 你完全漠视了另外一个 清楚我意思吗 就好像神父问你 你要不要有灵性的生命 你们说要神父 我要有灵性的生命 那我要问你 世俗的生活跟灵性的生活 两个哪一个你要 你们也会说 我两个都要 很好 两个都要是正确的答案 我不会告诉你 不要所谓世俗的生命 那个没有用的 你追求灵性就好了 这不对 天主给我们世俗的生命 也是要我们好好享受 我不能够告诉你 只要这个不要那一个 正确的答案是两个都要 但是你两个都要 但是你没有活出的生命 两个都在追求 很多时候我们只追求一个 而放掉了另外一个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你们看看你们的生命 每天在忙碌着工作赚钱 有谁能够真正好好的 喂养你的灵魂 培养你的灵魂 你发现到我们说两个都要 到最后你追求一个放掉了信仰 放掉了追求灵性的生命 所以今天神父要告诉你们 从圣言当中 智慧来自天主 智慧不是来自书本 智慧是来自天主 跟天主关系越密切的人 越爱天主的人 越听天主话语的人 越是祈祷的人 你就发现他会有智慧 他即使没有学问 他也会有智慧 因为智慧来自天主 就好像你跟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吸收到他的智慧 如果你跟一个只是有学问的人在一起 他没有智慧 你得到的只是知识 但是你跟有智慧的人生活在一起 你得到的是智慧 你可能有学问 但你不懂得怎么生活 不懂得面对苦难 不懂得面对十字架 但是你跟有智慧的人 你虽然没有知识 但是你懂得怎么在自己生活当中 怎么面对苦难 怎么面对十字架 他怎么能够比你活得更快乐 他比你活得更通透 所以我们的智慧是来自天主 所以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 意味着我们都相信天主 相信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不从他的身上找智慧 你还要从哪里找智慧 你说我从人的身上找智慧 除非那个人跟天主非常的近 他成为真正的天主的孩子 但是这样的人不多 这样的人不多 所以你还不如自己 让自己能够成为天主 最忠实的孩子 天主直接给你智慧 直接给你智慧 弟兄姐妹们 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神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很多人都说我很聪明 其实我不聪明 我也没有什么天分 也没有什么天分 我今天能够读完小学 考上中学 进入高中 考上大学 完全只因为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因为我不要那么样的 留在一个家庭 每天只是做贵而已 我家是做贵的 如果我不努力的逃离这个家 我知道我的命运 就跟我的姐姐 跟我的哥哥一样 一生人就在家里做贵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生命 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说我聪明吗 我不是因为聪明 因为我有一个目标 我要逃离这个环境 我要逃离这个环境 所以我努力的读书 努力的读书 但是进入大学之后 我发现原来人生的目的 不是因为读书 能够让你逃离家里 而得到你想要的生活 我才发现原来 当我逃离去争取到自己 离开家里 得到自己所谓的幸福的时候 其实我一点都不快乐 我一点都不快乐 因为我失去了 我生命最珍贵 那个时候 我最需要的家庭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哥哥 我的姐姐 他们在我小的时候 那么样的爱我 但是我却是这样的 离开家的 是因为我不喜欢 这个家庭 我同时离开了我的父母 离开了我的家人 当我独自一个人 在台湾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的聪明被我的聪明害了 我可以得到知识 但是我活不出我的智慧 我活不出我的爱 爱是智慧里面 最高的一个恩典 我没有活出来 所以我在重新开始 怎么样子学习 自己去爱 我所不能爱的那一些人 我所不喜欢的环境 但我要如何去喜欢他 去爱他 原来这个才叫做智慧 不是逃避 是懂得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接受 而这些都在福音当中 都在耶稣基督的圣言当中 所以圣言是所有我们人 生活能力的智慧所在 所以我常说 不要只是死读 死读书 读死书 让孩子每天在应付考试 你现在不让孩子 默想圣言 读圣言 祈祷来教会 只是告诉他 孩子你一定要跟我考好一点 你发现所有这些 你读完的书只是为应付考试 只会应付考试 就好像当初我应付考试 能够考好成绩 但是你现在问我 所有我那些东西 我完全忘记了 我完全忘记了 但是完全忘记这些知识 对你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我现在只要电脑里面按一下 答案出来的比我头脑出来的还快 清楚我意思吗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培养 一个能够思考的头脑 智慧是来自我们懂得思考 懂得求天主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来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是什么 所以让我们重新再唤起我们现在社会的教育 我们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完全走偏了 孩子的智慧不在你们的教科书上 孩子的智慧在于你们父母亲的信仰生活 孩子的智慧是在你陪着他们读圣言 陪着他们祈祷 那才是他们智慧的来源 不要再为这个世界错误 我们家庭再走向错误的方向 当然学校教育需要 我说的 但你不可能只有选择那一个 因为真正的智慧来自于我们的信仰生活 很多人在我决定要修道的时候 就骂我 你是笨蛋 你一点都没有用头脑 为什么 因为我临习两年 我就决定把我的生意给出去 我就把我的家给卖了 我把我的车子卖了 所有家庭的东西 我就送给别人 我会卖是因为那里还有债要还清 必须要卖掉 把债给还清 但是所有家里的东西 我都一个一个送 我没有收任何的钱 给我认识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我的朋友 所以他们都说你好笨 你因为你要修道 你根本不知道你修道成不成功 万一修道不成功的话 你回来什么都没有 你好笨 就像今天福音那一个一样 那个富少年 对吗 耶稣基督叫他卖东西 他满脸愁容的 要不要卖 可能他就是怕别人说他笨 所以他最后决定不卖 他笨还是聪明 我笨还是我聪明 我笨还是我聪明 笨啊 摇头 是的 不明白信仰的人会说你好笨 但是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知道 我唯有将自己完全的 完全完全的交托 我才可能跟随耶稣基督 今天再看看我十几年前 因为我临洗2004年 临洗到现在已经20年了 想想20年的我做的这个决定 是笨还是聪明 是不是有智慧 我告诉大家 那是智慧 那是智慧 就像今天福音所说的 我所得到的跟我付出的 我付出的看似很多 我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得到的却是比我付出的更加的多 百倍十倍万倍千倍 师父我离开了家里 十三个弟兄姐妹 但是今天我获得的弟兄姐妹 你们在座都是我的弟兄姐妹 这一个收获是千倍 我虽然说离开了父母 但是我每次看到七八十岁的你们 你们就好像我的父母 我到哪里去都是我的家 我到哪里去都是关怀 这就是我天主给我百倍千倍的收获 你说我笨呢 还是我聪明 还是我的智慧呢 那个时候做这样的决定 这个答案由你们来告诉我 但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天主给我的智慧 天主给我的智慧 所以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重新认识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天主吧 因为他是给我们智慧的那一位 愿主的平安跟喜乐 常与你们同在 这一位